FORCE这边是在蓝色方TSM是选择了红色方 看一下前三手的一个班选 在两边的前三手班位上面 先按掉了刀妹瑞兹以及反手的赛拉斯 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班法 是的 现在瑞兹也是蓝色方 基本上是一个必班的一个角色 也是LCS赛区的选手们喜欢去使用到的一个英雄 没错 看一下最后一手 赛拉斯是已经被搬掉的情况下 利桑卓要不要摁一下 这里的话 摁掉了吸血鬼 选择搬吸血鬼 利桑卓其实是可以一抢的 9.6版本利桑卓还是比较强势的 是 那提到吸血鬼的话 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双方的上单 在最近的一些比赛当中 大部分比赛都是拿到了吸血鬼这个英雄 就双方上单都很亲爱这个英雄 但是这里还是LCS的一贯传统 选择在蓝色方先抢下一手布隆 也是先打定了下路一个比较偏防守的一个基调 来看一下反守这边 利桑卓还在情况下 要不要拿一套利桑卓皇子加里奥这样一套体系呢 包括是雷克赛也依旧在场 这里的话还是选择先锁下皇子 拿下了皇子和加里奥 其实在上一把比较5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红色方的时候 金勇士是很喜欢拿皇子跟利桑卓 但是很好被那边的一个化解掉了 就是拿斯维英和死哥化解掉了 所以利桑卓现在好像不太能在先手直接拿下来 所以先拿了手皇子跟加里奥 是的 皇子加上加里奥的一个组合 也是大家熟知的为所欲为组合 他的一个联动性 包括控制连的combo还是接得很足的 那看一下反手这里 Focus想要选上一手千诀 来以防对面的一个强开团打爆发 那就是从前两手选下来 就是比较偏防守的 而TSM是比较偏进攻一些的 对 包括布隆也是反手能力比较强的 想要去先手开对面 相较于对面来说 显得那么疲软了一些 拿到了一手剑魔 其实剑魔在上两个版本 被削了以后 已经不太热门了 但是在混暖以后 还是可以用 剑魔的话 大部分现在还是走一个上野吧 中单位上比较少见 还直接在前三手 前三手锁下的一手时光 这一手时光 大概率感觉还是比尔森想要拿 是 因为比尔森之前 其实也是拿过一把时光的 也算是他一个比较独特的 一个冷门的英雄 对 他的一手时光 还是比较出名的 给到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这个英雄 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对线的时候 不能够表现太过于强势 但是他只需要让自己发育 等到中期打团的时候 给大招就可以了 三级的一个大招 可以原地复回一个满血的 就是敌人出来 是的 来看一下吧 如果说时光先手选的话 我感觉 甚至在打法上有一些套路 或者说在ADC的选择上 会比较的偏那种 进攻型 走A型的ADC 去保到一个ADC的发育 没错 来看一下后两手的一个班位 这里 蓝色方先扮下了上单霸主 杰斯反手 TSM扮掉了 妖姬加上飞机两个中单英雄 就还是要保证一下 时光在中路的一个发育情况 是的 这边Fauss也是扮掉了人马 我觉得这也是 最近可能比较热门的一个上单英雄 是做足了功课 先手先上来扮掉 对 毕竟TSM这里有一个优先选择权 但是这里直接选下了9.6版本 已经不能做双修了一个EZ 是 刚才提到9.6版本 不太能做双修以后 它又是出了一种新的打法 就是出炉灯的打法 也是伤害比较高 而且EZ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能走AP的一个AD英雄 而且配上EZ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整体来说 灵动性更强一些 可能别的ADC 不太能够跟得上 这里TSM进攻的一个步伐 是 来看一下Fauss这边 在ADC上的选择 这一小先拿一手左一 左一打时光的话 确实也是能通过自己的Poke 一套先把时光的大招先打出来 后续再进行击杀 确实在 阿卡利利桑卓 利桑卓的一个选择 优先级不是很高啊 像妖姬飞姬都被搬的一个情况下 左一还算是 T级别的一个中单 可以选到 拿到了一手维鲁斯 这样的话维鲁斯加上布隆 下路也是可以打一个 线上的压制的 加里奥 大概率是走辅助的情况下 在上单的选择 想一下 凯南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这手加里奥难道 这点的话应该只是亮一下的话 这样如果选锤石 其他位置不太好摇摆 是我想一下 有点不太好摇 这里给Broken Blade拿到一手 贾克斯也是听到现场的观众 在欢呼啊 贾克斯打剑膜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平等操作下 还是五开的 如果说贾克斯是那种真的很老的贾克斯 是能取得一些小小的优势的 毕竟建模在前期还是比较好打贾克斯的 那可能等到贾克斯等级起来之后 就会比较难打他 是的 从阵容上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FORCE这边的阵容 会比较的偏进攻性一些 他们是那种伤害很高的阵容 但TSM这边的话 他会很依赖皇子的节奏 并且包括贾克斯后期的单代 对 包括中路这个点的话 也是需要一定的一个发育时间 所以说这把还是比较吃 这个打野的节奏的 是 感觉就是把传统意义上的 嘉里奥皇子和利桑卓的一个体系组合 把中路的利桑卓换成了时光 但我觉得这套换成时光 还要再有待商榷了 看一下最后取出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进入到季后赛的话 两边也是卯足了劲 想要拿下这场比赛一个胜利 是的 双方还是比较紧张的 毕竟少把BO5是打满了五把 感觉给到这把的一个压力也是挺大了 其实在有关采访当中 也有TSM的相关发言说到 想要赢下这场比赛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也是一直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去努力 就发现自己的问题进行改进 也是在一个比较刷的片头以后 进入到我们的召唤师峡谷 耳边响起的是北美赛区 非常熟悉的这个声音 TSM 什么时候能换成老干爹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看LPL比赛当中的话 老干爹也是经常出现的 就是已经慢慢的取代了 之前喊TSM的那批观众 也成为了一种玄学的存在 是的 那我们也是进入到 第一把的一个召唤师峡谷 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基石符文情况 索伊这边是选择带了一本书 来前期带一个TP 能争取更多的一个献权 布隆这边是带了一手守护者 而维鲁斯是看到对面有家里奥的情况下 常规的带了一手面对加里奥的进化 对 有加里奥辅助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进化其实还是带一手会比较稳妥一些 保险一些 上的话 solo是选择带了一手二手会心 线上来打一个消耗 反手这里 Broken Blade带强弓 也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带法 可以看到是双方 这一把来说只有双方的辅助 带了一个小兵去之气 也是因为在这个版本是削了的 对 是从之前六个变成了这个版本的三个 所以说现在很多英雄也不会说 太过亲耐于这个小兵去之气的 虽然说在他的一个伤害上面 稍稍提升了一些 但是个处上面少了 所以说带的一个优先级不是很高 没错 来看一下双方打野的一个开局 都是选择从下往上开 也就是意味着这把 其实双方的上单都是很需要受到照顾的 对 特别是TSM这里吧 下路选择到EZ一个情况下 大概率前期还是放养的一个情况 那肯定大概率是去上路帮助 甲克斯前期成行 对 如果说TSM这边的下路是选到一套 比较凶的组合的话 那大概率黄子会从上面往下开 用红去保护下路 但如果说是 因为加里奥的话 他更多就会利用栏开去上路 帮助甲克斯去进行反蹲 是的 而对于FOX而言 下路本身在对线上面 就有一定的一个优势 以及推线权 那等到六级之后 下路的一个能力也是比较强 不会太需要 就是自己队友的一个帮助 没错 而且其实在常规赛的时候 TSM已经打了FOX两把 就是因为是双循环嘛 就每个队都会打两把 从两把战绩来看 TSM都是1比0赢下了FOX 所以说这一把感觉 BO5有点精彩 FOX能不能逆天翻盘 来战胜天翻盘进入到四强 对 让自己之前被打回的尊严挽回一些 是的 TSM能不能保持自己连胜的一个战绩 进入四强也是不一定的 这里Rush的一个印记 是刷在了上半河岛 也是签决 这个前期的一个被动刷的比较重要 这个其实还蛮考验个人的一个运气的 有的时候就刚好刷在自己这里 就是考验运气没有太多技巧 上路贾克斯还是能利用 自己前期小小的优势进行推线 而且可以聊一下FOX这边吧 就他们其实中期有换过打野叫Panda 但是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因为之前Panda的表现可能不太理想 但是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一直都是Rush上 而且是取得了连胜换回了Rush 对 看一下这里 黄奇变想要过来 但是刚才的他的一波回尘 也是让Rush这里抓到了一波机会 成功的拿到了两个河蟹 是的 那前期的话 签决是双河蟹开 反而黄紫会在刷野上站到一些劣势 本身上路是一个压线的情况 其实对于红色方来说 是可以去抢夺一下这个河蟹的 而是刚才的一个选择是放掉了 没错 那前期让签决发育的比较舒服 那到后期以后 他就能保证 左翼跟维鲁斯这个输出环境 左翼加上维鲁斯 其实在中期的一个poke能力 也是比较强的 而且维鲁斯的话 在帅把比较5当中 我是看到有一把 是出了一个奥数会心 是出了幽梦的那种 打poke流的维鲁斯 但是这一把的话 Apollo是选择带致命节奏 是打平A流的维鲁斯 保证一下自己在后期的一个输出吧 可能是打poke流的话 等到后期会稍显 有一些乏力 是的 看一下这里皇子是把 对方的第二个印记给拿掉 没有让对方有反的一个机会 看上双方的一个经济 其实建模这边是稍微的 通过自己的补到领先 领先了一点点 而在打野上面的话 其实双方已经差距不大 下路互相消耗一波 Ziven这里稍微有一点少 毕竟EZ在前期 跟对方对拼起来 还是吃点亏的 是的 一波冰线进塔 这一波贾克斯不完之后 冰以后 其实经济我感觉是不落后的 对 下路的话 Ziven有一个偷钱 所以说即使在对线上面 稍微被压制一些 在经济上面也不会落后 可以来看前期皇子一个动向吧 毕竟TSM这边的阵容 前期会很依赖皇子 去做到一些事情 去带起节奏 但由于这把他们这条体系的选择 没有选择利桑 而是选择了时光 所以说 如果单抗皇子 一个人去游走的话 其实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对 包括这里 对方上路是一个建模 等到他到达六级之后 有大灭的一个情况 你其实不太好抓他的 而中路的话 想要配合一个时光 一套伤害 也不能够秒掉 对方一个左翼 看一下上路这波 直接打了起来 反击风波开起来 但是上路两兄弟 想要对线 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没错 但是越往后面 发育的话 可能贾克斯重新以来 他的单带 会给到Force很大压力 下路的打了一套 Zivin这里的血线 不是太好 也是利用加里奥 去放视野的一个timing 来看一下上路 直接晕住 但是被一个E 拉回到原来的地方 由于自己 中下两条路 是推线的一个情况 Force这里 再次反掉下路的河系 控制下半野区的 一个视野 是的 左翼跟时光 还是在中路 比较平稳的发育 但是按照这样的 一个发育 趋势下去的话 到了中期团战的时候 左翼是能通过 自己远距离的摸将 去进行一些控制 但时光的话 可能就要不断地利用 自己的二段Q 去进行控制 这里黄子也是在附近走着 想看看有没有机会 所以捡到了一个进化 黄子跟千诀 同时往上面靠 感觉千诀 这波好像是有点想法 想入侵野区的 也知道这边的红 好像快要刷新了 来看一下 看到黄子来打F6 这个视野是没有察觉到的 看一下 看见这里应该 有所察觉对方的一个动向 是的 千诀来到上路这边 武器也是不太好 抓毕竟是一个六级的甲克斯 而且开了一个反击风波 身上也是有闪的 毕竟千诀这个英雄 前期的话也差不多是以刷为主 你想去进行一个干客 还是要靠自己对线的英雄 进行一定的先手 没错 睡了一下 打了一套 但是伤害还行 主要是左翼没什么蓝了 下路的话 Zaven也是被迫TP回程 进行一个补线 千诀也是现在召唤自己的兄弟 左翼配合建模 一起去入侵这个红 看一下黄子打完一户 要不要去互换一下野区 也去反映一下千诀的红 但是从目前的一个中线 和下路的一个推线情况来说 还是Fox这边会拥有推线权 所以黄子大概率是不太敢入侵的 对 TSM这里由于各路线 都被压的一个情况 导致了客戟没有办法 去对面的野区做事情 来看一下这一波 Fox率先的推完线之后 往野区方向赶 那它消失在自己的一个对线上面 会给到边路很大的一个压力 千诀是直接来开这个水龙 但是是被一个守卫看到的 但是黄子这波不再感觉 这第一条守龙 TSM要直接放掉了 感觉从这一分钟下来的话 黄子跟千诀这边的一个抢夺战 上是千诀取到了上风 虽然说在补刀数上 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在自己的一个节奏上面 还是千诀更好一些 是 其实是千诀在主动做事情 没错 而且千诀还能回家 自己拿自己的红buff 包括蓝buff 这里可以再收一下自己的一个印记 所以黄子是可以入侵下这个蓝buff的 毕竟上路 贾克斯现在还挺优的 Rocoblade从开局到现在打的都一直比较凶 没错 那就是双方要互换一下红蓝buff了 也是忌惮着千诀在下路 所以导致TSM的下路 双方子不太敢往前靠 这一波视野是没有察觉到Rush的一个存在的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然后Fox再磨掉一层塔皮 是的 黄子也是配合贾克斯来反这个蓝buff 但是这样坏下的话 我个人还是觉得千诀会赚一些 毕竟他能保护到下路 维鲁斯吃到了两层多层钱 是的 对于左一来说可能不太开心的就是 对方的时光有源源不断的蓝buff自己加一个 然后并且把左一这边的也拿了一个蓝buff 而且在时光到达六级之后 想要利用这自己的一套消耗去打死对面也是比较难的 现在有大的一个时光在线上就非常赖皮了 没错 剑膜跟贾克斯前期还是区域比较平稳的 法语但是越往后面拖贾克斯 他的一个成型会让剑膜比较难受 Solo这里的话在自己的补刀上面也有一定的压制 还是要再来看一下双方达也一个动向吧 就前期的话 因为中共是一个时光的情况下 黄子确实没有办法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下路的话想要先手也只能靠这个Smoothie 但是EZ的一个伤害也不一定 不一定能跟得上 是的 这个峡谷先锋牵绝要直接动黄子的位置还比较远 但是是先被时光意识到了 先照一下应该是能照得出来 看一下这一波峡谷先锋怎么说 TSM要不要继续抢夺 看一下伽利奥和布隆的位置已经同时往上面靠了 伽利奥这一波是有六级的 可以直接用大招去支援 先来拦截一下 还剩下两千多血 黄子确的话直接EQ盖到了一个左翼 但是左翼身上剪了一个闪现 先向后拉开了距离后续一个飞心乱入 还把这个开键打得非常的惨 但同时侧面的话千爵士先把峡谷先锋拿下 时光给了一首大招给黄子 黄子也是原地复活 双方是打了一波 你来我回 但是最后峡谷先锋是被Fox这边拿到了 等于说是逼出了TSM这里打野的一个闪现 以及中单的大招 那这样的话 节奏对于TSM来说又比较的陷入被动了 对Fox来说还是比较赚的 毕竟这边什么技能都没有交 拿到了峡谷先锋 而TSM这边黄子的闪现和大招都已经交掉了 是的 而且河道谢今天也都是被Rush频繁的收入囊中 看一下这一波打完之后想要来上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机会 看一下要不要利用这个峡谷先锋做点事情 14分钟之前直接照出 这样的话前期就想帮助建模 能压一下贾克斯 能做到更多的事情给建模一些经济 让贾克斯不能在后期快速的成长起来 去进行淡淡 反身晕了一套 但是还是比较不痛不痒的 这边中野也是过来帮忙一下 自己的兄弟 看一下这一波 Fox得向后撤了 但是已经拿到了三层渡层钱 很不错了 也是由源于刚才这个峡谷先锋 被千决抢下来了 所以导致这一波建模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育空间 但是贾克斯这边的肯定比较危险了 来看一下这边建模直接出来砍了一套 感觉这一把到目前为止12分钟 开箭还没有主动的去做过一些事情 包括在二级的时候 它选择直接放掉了上路和线也是挺难以理解的 是的 但是这把来说的话 TSN它做的比较不错的是 它没有让千决拿到很多的被动 千决第一波好像只拿到一个和线的被动 但是后续的所有被动都被皇子收下了 从下路对线情况来说的话 双方还是发育的比较平常 嗯 这个节奏也比较符合LCS一贯的风格 在前期打得比较稳妥 想一下按照的一个趋势发育下去的话 到了后期 感觉还是TSN这边可以利用单代去做更多的事情 只不过现在贾克斯的这座塔 遥遥欲坠 可能会给他接下来的一个单代事业造成一定的障碍 没错 因为建模太肥的话贾克斯打不过 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单代了 嗯 下路的话 Polo这里也是破败做出来了 在下路双人组都有6的一个情况下 看一下Fox接下来要不要对对方出手 他们的一个先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这里精准弹幕先消耗一下兵线 是 这边Rush也是蹲了十几秒二十秒 但是是没有发现一些机会 所以是走出来 而且是被河道这边一个视野看到 嗯 来看一下上路贾克斯是看到塔快要掉了 反身反击运报晕了一下 而且刚才给到一个精细图 就是建模这边是已经领先了贾克斯800块钱 看一下中路再一次催眠气泡泡到 后续的话飞行乱入打一套 伤害比较高 但是贝尔森这里是有大招的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机会可以击杀 与此同时看到Rush趁着自己中下两条路推线的情况 再次入侵对方的野薰拿到一个印记 没错 皇子这波是来到上路想要去帮助一下贾克斯 但是没有找到更多一个机会 看一下上边显示一个镀层 Fox这边是拿到了六层 而TSM只是 没有一层没有拿到 嗯 而且Fox这边的镀层基本上都给到建模 来看一下上路这套武器开启的一个反击风暴 想晕 但是建模这边有闪性的大招 情况下也不太好杀 而看到你打野在上的一个情况 Fox这里直接把下路的龙再一次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没错 这波感觉对向左还是有点想法 但面对一个家导和EZ也不太好跃 下路一直是一个被推线的情况 看一下其实身后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 绕后眼位的 但是就是由于EZ的一个存在 导致他们即使打起小规模团战来 伤害也是不够 是 但这把阿开链他做的不错 就是他已经连续反了两个篮 这左翼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一个篮的 对 两个篮都是给到了时光 给到了别人三在中路很好的一个发挥空间 这里的话 在一个侧翼进行蹲机 放了一个针眼 没有察觉到对方的位置 看一下这波好像有想法 身上是没有大面的一个存在 这不太好跃吧 让雪在这波越来要出事的 没有兵线了 上路确实 感觉阿开链很想针对上路的剑膜找一些机会 但是由于前期历史有点太大了 剑膜太肥了 也不太好找更多的机会 对 主要是 也是我们说到的 在中下两条路上 他没有太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去帮助队友进行干个 所以他现在有一点 急于想要去找一些机会 在上路 打开局面 没错 而且现在说实话两个人去杀剑膜 还不一定能杀掉 Roken Blade还是一贯的非常凶 开启反击风帽想要去控对方 诶 这边怎么说 上野好像没有被发现 EQ直接挑起 看一下Solo身上大招还没有好 一个 一个 是拿下了 贾克斯的一血 虽然说Rush身上有大 但是开了一个速度有点慢 后续的话 再一个闪现 收掉了Rush的人头 这一波也是通过贾克斯和黄子一个优势 让贾克斯拿下一血 然后同时黄子刷另外一个人头 感觉这一波的话 是不是上野的一个配合没有做好 其实第一时间Rush是可以救下来Solo的 是 而且Solo刚才大招其实也没有放好 他大招是之前已经用过的 所以这波是没有大招情况下 强行想跟对面打 那这样的话 一波上野2v2 让TSM拿到对方两个人头 算是一波退掉上路一塔 把之前上路的一个劣势 完完全全的打了回来 没错 现在的话 经济又给到了贾克斯这边 来看这波是怎么造成的 剑魔这一波是没有大招的 但是看到一个贾克斯还是想上 黄子就在后面Rush也是想 通过这一波的一个没有被视野发现 在后面绕出来打一波二换二 但是第一时间的话 这个大招开晚了 对 大招开晚了 是被黄子一个大招盖住 配合贾克斯的时间拿下了一血 本身第一时间的话 是Fox这里 是一个绕后的位置 他们不知道对方和Kate这样的 也在侧翼进行蹲辅 所以想要先手动对方 结果被反蹲到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对于TSM来说 终于是把前期的一个劣势 给打了回来 是的 Broken Blade回去之后 也是把自己的三项布甲鞋 给掏了出来 他现在在对线上面 比起刚才来说 又舒服太多了 这边也是给到一个 签决的一个数据 Rush上一次用的时候是 1.2的KT 一共是赢了一场 输了三场 这一把虽然说目前来 还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在前期野区的一个节奏 还是可以保证 他对这个英雄手练动 是挺高的 看一下 现在贾克斯在对方没有塔的情况下 就能为所欲为的进行担待 下一条水龍和刷新时间 还有1分40秒 这一波Rush也是来到下路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但是冰线是已经没有了 而且在眼消失的最后一个时间 是照到了Rush的一个位置 对 Zibin还有一个Q是Q到了他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也是没有办法继续追击 其实Rush本身三条路来说 比较好抓的还是下路 但是他这一把的话 想要配合上Solo去击杀一个Broken Blade 所以还是导致下路没有很早的 在之前展开一些优势 反而是被刚才一波上路的2v2 导致自己和上路建模的优势 都荡然无存 双方现在很想做到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时间来到一个18分钟 大龙还有一分半钟就要刷新 双方在前期的一个发育 还是比较平稳的 用网上的那个话来说 就属于这个赛区的一个血腥位 不是很重 是的 下路的话也是利用自己一个 中路和打野的一个位置往下靠 直接逼退了TCM两人 退掉下路的伊塔 是的 同时这个蓝也是终于被左一拿到 这也是左一18 19分钟以来第一次拿到这个蓝buff 看一下Fox这里下路把塔拔了一个情况下 下面一条水龙 其实他们要拿起来还是比较有力的 Broken Blade在侧翼进行征服 这里想要对Fenix做点事情 贾克斯是在侧面想利用自己前期的优势能帮助队友去击杀一下左一 但是左一的话他其实还是比较灵活 包括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急跑 加上自己带了一个秒表 所以说现在想要去对左一动手还是比较难的 没错 两边也是在抢夺一下野区的一个视野 现在TSM对中路这个塔有点想法 时光现在他要保的就是贾克斯 贾克斯现在感觉是TSM比较上来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这的话TSM选择先手开这一条水龙 看一下Fox的一个动向 这边怎么说 Smoothie直接先手进去 看一下特意加利奥英雄登场 但是第一时间的话感觉TSM这边的输出不太够啊 左一先把皇子收下 然后同时睡到了贾克斯 一个侧面一炮直接就收到贾克斯 打了一波零换二 第一时间时光的大招是已经给到了自己的队友复活下来 所以没有办法给到 这边的贾克斯还在睡睡到了 但是依在这边有一个水银解开 利用一个闪现 拉开距离 加上一个E 左一这一波 Fenix在这波里面打出了很高的伤害和控制 这样的话击杀掉对方上来的一个情况 Fox选择直接来Rush 去大龙打龙的一个速度非常宽 看一下TSM这里的一个选择 TP到中路有没有察觉到 这里的话让Fenix在中路进行一个骚扰龙 感觉是有了呀 TSM这里有一些来不及过来了 TSM可能也没有想到 这边Fox在大龙刚刚刷新的一个 时间节点直接Rush掉了 其实在刚才那波团里面是 Smothin这边先在槽里想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这波团里面左一太关键了 看是你这个位置是先走出来 TSM先手是占据了小龙附近的一个事业 Smoothie从槽里过来嘲讽到两个人 其实伤害是打足了的 但是第一时间Rush开出大招 保住了自己以及队友 后续的话 Ziven的一个输出位置比较的靠后 再加上这个EZ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装备 也不足以可以打出高额的伤害 导致这波团反而是偷积不成18米 而且最关键的是 皇子的EQ是被布龙打断的 所以皇子在原地罚站了很久 最后大招都没有用 交了一个秒表直接就死掉了 然后去左一再过来 一个没有视野的位置 一个气泡是直接睡到了EZ 互换一下闪现 但是这一波本身是一个小龙团 让Fox直接拿到大龙 对于TSM来说真的是血亏 而且现在左一那么肥的情况下 TSM很难招架得住 因为他们其实想做的就是 利用贾克斯后续的一个单带 让加里奥不断地给到贾克斯一些支援 但是如果说现在左一那么肥的话 贾克斯一旦单带 左一就很有可能在中路利用 自己的催眠气泡去睡到一些人 对 TSM如果正面战场 会容易被对方开到前秒掉的话 那这个单带体系是完成不了的 没错 看一下左一跟千九的一个选择 先拿大龙buff推掉上路的伊塔 同时皇子跟贾克斯是想在下路抓剑魔吗 那如果再继续这样抓的话 家里可能二塔都要掉了 皇子还在蹲 但蹲了半天还是选择回家 剑魔身上也是有大妹 以及闪剑的一个存在 想要杀他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样你在下路待这么久 让Fox找到了一波机会 带着大龙buff 直接把你的上路外塔全部拔掉 中路的话也可以顺势推进一波 感觉TSM这一波的一个决策 又出现了一点问题啊 没错 强行想抓剑魔 但是不太好抓 看一下Smoothie这波直接嘲讽 是嘲讽到了天绝 那这样的话 大招都没有开出来一个情况 直接被收掉人头 这还是不太小心 对 其实在小龙那波 他已经是被 Smoothie这边同样的一个 草里没有视野的位置是阴到了 而且这一波Smoothie 是当着他的面 直接在蓄力嘲讽的 他自己身上是有大有闪的一个情况 就这么硬生生的被嘲讽到了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草里没有视野 所以没有太被小心的看到 不过好在是下路的话 再次推掉一座外塔 那这样的话 Fox利用着这一条大龙Buff 是拿到了3519的一个经济 是的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 已经拉开到5000块钱 双方的经济领先 还是来源于左翼跟剑魔这边吧 嗯 接下来一条龙的话是一条火龙 这一条龙在TSM的外塔 全部告破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挺难去争夺的 那这样火龙的一个加持 如果让Fox再一次拿到的话 这个伤害是TSM目前承受不了的 是 所以我们都知道 单带型的这样一套阵容的话 对于自己家这边的塔 还是很关键的 就一旦自己家这边塔 都被拔掉情况下 他很难单带的比较深 嗯 所以甲克斯这把到目前为止 他的发挥空间就小了很多 反而是Fox这边一套 Poke体系的阵容 就能在这个中期的时间节点 打开优势 所以想要来抢一下这个河蟹 但是他虽然是有一个惩戒的 比较深也是不敢再继续深追 这样的话反掉对方一个蓝 TSM也是非常清楚 自己现在一个野区失守的情况啊 身上都是带了很多真眼 真眼埋起来 没错 甲克斯现在是选择去上路 带看能不能针对他上路的二塔 可以看到皇子的动向 皇子时时刻刻很想去跟着甲克斯去 对剑膜做一些事情 但一旦皇子不在正面战场的情况下 Fox其他人就能直接推 而且这波皇子好像还是想抓剑膜 本身我们也说了 就是加聊加上皇子是要在一起 才能够形成为所欲为体系 那这样的话 可爱剑一直不在正面战场 导致即使SMOOC开到人了 第一时间也没有人能够跟上 其实也源于solo这边意识比较好吧 如果一旦在单代线上皇子能抓剑膜一次 能让甲克斯一路单代下去的话 对于TSM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 但是一旦没有做成事情 反而是在上路浪费了很多时间以后 就会像刚才上一波一样 Fox利用自己的大龙buff是推掉了上路的二塔和中路一塔 从小地图上也可以看到 solo真的是非常谨慎 他完全不出塔去补刀 就等这个兵线推过来之后再来补 就知道对方想要抓自己 那趁着对方在上路游荡的这个空隙的话 向Fox收下了这一条火龙 现在是四条元素龙的一个加持 第二条大龙还有一分钟就要刷新了 这边四条元素龙一个加持 对于后期一个远古巨龙的加成就会非常高了 问题是在于TSM这里 后期一个输出保障 仅仅只有一个Z1的EZ 看一下这一波直接盖大天破地裂 后期的话加里奥英雄登场 但是留不住人 第一时间是逼掉了对方Apollo的一个闪现 这一波Apollo也是因为有个闪现 如果没有闪现就直接会交代了 那看一下这一波在对方AT没有闪的一个情况 TSM下一波能不能够找到机会 没错 逼退了对方中路之后 TSM想要来推对方的中路一塔 大龙的刷新时间还有37秒 这个大龙看一下双方要不要争夺一下 与此同时Broken Blade的青龙野原刀也是掏了出来 那这样的话它在单带上面的作战能力更强一些 是的 贾格斯现在是持续在下路进行分带 会帮助TSM减轻一些压力 在正面的视野上来说的话 可以看到Force的视野是比较黑的 就是很少有视野能坐到河道外面去 感觉这一点倒是一个优势方不应该存在的现象 可能是没有格子可以买真眼了 只能靠这个Hakura一个人在这里坐 其实在人头比上面和还是差距不大 但总体经济差距5000还是在于前期拿到的塔数 对于TSM来说正面的一个团战的输出可能他们不是太够 最好的一个办法还是让Broken Blade可以把单带发挥到底 没错 但这一手时光拿出来以后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确实时光一般本是在赛前我们也猜测到可能会选到像 平A型的一个暴击流英雄那种没有位移的自身 缺保护但是在后期AOE能力输出比较高的那种 但是选择了一手EZ跟它搭配起来也有那么一点不协调 嗯 装碍是中期缺伤害这个问题吧 对方左一维鲁斯是可以找一些机会再看一下下一路这一波 两个炸弹是空到了对方逼出了Zolo一个大灭 看一下后续这一波还想要继续追击给了一个E技能加速 最后人头是终于由Broken Blade拿下 这一波终于是配合上自己的中单拿下了对方上单人头 但是与此同时你在下路两个人 Fox这里要选择直接Rush大龙 看一下Broken Blade的一首TP P 比较生的TP也是亮了过来 下路的话比如Broken Blade继续单带 这里Fox不敢打了 那这样的话TSM还可以再带到一座塔 整体来说所以TSM这里赚一些 是 TSM这边只是利用了一个TP就收掉了对方的一个人头 并且贾克斯还能继续进行单带 是的 这人头给到贾克斯以后在后续的单带上面 贾克斯要比剑魔占到更多的优势 可能这也是选择时光的一个用意吧 Zolo心想我是忍了一时忍了一时 忍不过一时终于还是被你们给抓到了 是主要是时光有个大招 所以运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看一下Fox再一次清理了 中路的冰线把大龙附近的一个序叶掌握在手中 Fox还是想利用大龙去做到更多的一些事情 但是 尝一下这个红 无难于现在就是TSM不给机会 在这种地形下面的话 对于左一的一个抽奖还是比较有利的 看一下中路这一波 双方都比较的谨慎 Z每次大家都是往大龙这边刮 想看大龙这边的一个视野 是的 中路暂时打不起来 那这样的话又有两边的一个上单进行边路的单带 看一下Fox这一波再次奇迹大龙想要动手 但这个贾克斯已经不是之前的贾克斯了 选择直接Rush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 克林第一时间不在正面战场 放了一个 没有视野打的速度还非常不错 还是没有能看到 应该只剩两三千了 这波选择开团 剑模一马当先先上来 EZ一个闪先先逼开身位 Rush也是害怕被抢先上来迂回一下 看看Rush什么时候下去能把龙伸下来 下面的龙是直接被千决给逞下来 那这样的话Fox完成了一波无伤拿龙 反观TSM这里 Burken Blade还在下路带看一下 可不可以把这一座塔给带掉 这个大龙现在是给到了Fox 但是下路的二塔是先被贾克斯收掉了 而且感觉这一波好像Fox想追贾克斯 也不太能追得上 不过拿到了这条大龙Buff之后 看一下Fox利用这条大龙 可以再造成经济上面的雪球 可不可以滚得再大一些 是 下条火龙还有12秒就要刷新的这条火龙 Fox也是志在必得 这也是他们能拿到的第五条小龙 看一下TSM这里一个动向 好像是不想直接放掉 远远也是往这里奇迹了过来 贾克斯是直接TP到正面战场 这条火龙是不可能放的 两边也都是在互相PO 这边Q2连是直接盖到了千绝千绝 开启一个大招向后拉开距离 但是还是被秒掉 看一下后续的这一波solo开启 大灭之后一马当心往前冲 率先砍掉了可点 侧面战场的话 维鲁斯也是被收掉了人头 后续存活的一个人员情况上来说 是TSM这一波打赢了 最后的话一个闪现 也是定住了左翼 最后是闪现到轮孔里面 还是被收掉 这一波是打了一波二换五 这一波的话是让TSM给打赢了 那这样的话 Fox这里是真的血亏 本身拿到大龙buff之后 是一波非常nice的推进 对 就对于Fox来说 他们叫阵容会利用左翼 去打一些poke 但是对于TSM来说的话 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地形 就是为了抢夺资源的时候 让Fox暴露出一些走位上的问题 直接把维鲁斯秒掉 维鲁斯这波是有闪现的情况下 直接被秒掉的 而且这波最关键的是 左翼第一时间不在正面的战场 导致正面的话 讲个随很好的输出环境 包括这一波其实率先 倒地的这个Rush也是啊 他已经好几波了 都是被对面先手开到 直接秒掉 开起大招都没有能够保下自己 后续的这一波 看一下伽利奥先是英雄登场 侧翼的Solo虽然说进场 但是他只能去切对方的一个后排 没有人能保到自己家的一个Apollo 这里Broker Blade完全是 不管你任何人 就一马当先反击风暴开起来 直奔你的后排去输出 而且Fanik被分隔开以后 在后续也是很难跑 最后只能被迫交一个闪现下龙坑 还是被EZ收掉 相反Ziven这里的一个输出环境 就好太多了 其实这一波团战 跟他来说都没有太大一个关系 他只需要在后面poke就可以了 这Poloker Blade刚才开启水银之后 直接往你这个Polo脸上去冲 做一个ADC 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很绝望 那这个时光它更多用意 可能就是在于 能给到皇子冲进场以后 一个复活的空间 对 所以皇子这把也不用出肉 就出输出装 进去一套像刚才一样 直接直逼Rush就可以了 比尔森的一个大招 相较于Rush的一个大招来说 在团战当中一个作用更大一些 Rush这几波的一个团战中的作用 其实发挥都不是特别的好 没错 来看一下Fox这边也是选择 利用一个时间差的timing 去推掉了中路的二塔 但是同时TSM的时光和贾克斯 是上下进行了分带 这条龙等于说是白拿了 对于Fox来说 龙总全部掉了 没有能够完成 经济上面的一个拉锯 那看一下TSM 也是表现出来了 自己非常强劲的韧性 在逆性当中找到了两波机会 把自己的劣势给打了回来 目前经济是缩小到了两千 是 而且现在很难处理 这个贾克斯是一个问题 对 特别是对于后排来说 布隆的一个存在 是很难去保到这个维鲁斯 这也是为什么 在比赛当中比较多的一个组合 是维鲁斯加上塔姆 对 其实对于Fox来说 他们比较黄金的一个周期 是在于中期20到25分钟左右 他们要利用这个左翼的poke 是找到一些机会 然后再利用签血去保护到自己的队友 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他们给到了太多的机会 反而让这个贾克斯飞起来了 是最为关键的 所以贾克斯现在在单代上面 就导致Fox很难去处理 再加上这几波的一个团战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先手能力上面来说 还是TSM这里更强一些 这几波都是由TSM先手开到 这一次再一次 EQ没有能够顶到这个Rush Rush也是一个Q技能向后拉开距离 否则的话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 是同时下路 三个人想抓这个贾克斯 后续的话也是先被维鲁斯 杀到了这个人头 让奥普洛拿到这个赏金 这一波也是缓了一口气 看一下上路吧 应该还要继续模拟的一个二塔 这一波有可能是一个伏笔 贾克斯这个赏金是直接给到了维鲁斯 补充了一下维鲁斯的经济 在后续打团里面 如果说一旦牵直能保护到左翼跟维鲁斯 打出自己的伤害最大化 他们就能打赢这波团战 看一下这波是Broken Blade帅 先跳到对方脸上 这一波比较深入 感觉位置上面有一点危险 在自己家队友都在上的一个情况 确实有点不小心 后续的话想要跳过来打这个Polo 但是自己是直接被控到 那这样的话连环控制给到他 也是没有地方可以逃跑了 是的 好几个大招都交在了他身上 主要这波他自己也没有闪现 所以也没有逃跑的欲望了 看一下第三条大龙 还有不到一分钟就要刷新了 这条龙感觉是有一点点决定生死的意味了 Rush这里还想要抢一下对方的一个红 两边拼一下成绩 最后是由Rush给拿到了 而且这还是一层运气 看来他现在应该是有八层 对 确实到35分钟八层 对于比赛的节奏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他这一把的话由于生存空间不是特别好 被迫出了一个绿叉 相比较而言的一个伤害没有那么高 看一下中路两边是在纠缠着 但是可以看到是TSM是想把兵线 往FoxG的一个门压 这边中路的一个高地上推 其实Fox这里不太敢开 因为他现在去先手开 本身就只有一个布隆能开短 或者说建模开启大灭 就往前冲 那这样的话自己家后排会没有人能够保护 看到了一个Rush 看能不能直接定出但是Rush是直接走掉 嗯 所以的话Solo是直接跳墙过来 逼出了Zaven的一个 之后去的话皇子EQ盖大 时光交起大招保了一手 但是看到Broken Blade这里又在突你的一个后排 波罗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跟上输出 看一下后续Rush开出了一个大招 保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后续的话建模这边也是直接进场 先把这边的夹条收掉 后续维图斯是先被贾克斯收掉 Broken Blade的时代交了一个金身 但是其他还是要死 这边Rush是抓到了一个比尔森 后续也是能收掉 这波总共下来是打了一波一换五 这波打出对方的一个A系呀 TSM这波有点太不过不小心了吧 看一下复活的一个时间 二十多秒 应该是要直接推掉 要一波吗可以一波吗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时间 我感觉是可以一波 看一下这边是一个 还有十七秒 有千决的一个攻速在这里加成 那一波了 打了他的一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那这样的话最后终于是让Fox打下了一波团 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我们也是恭喜他 恭喜Fox 毕竟的话TSM他现在在常规赛的一个名次是第三名 而Fox是第六名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